现在想要去那家印刷厂印诊可能来不及了 早期越来越多年轻人是去澳洲打工 除了养牛养羊之外 现在还有百元剪法业者 招募人才到澳洲去帮忙剪头发 新鲜人呢在台湾的起薪是22K 不过您知道吗 到了当地的薪资底薪六万六三倍起跳 拿着剪刀和梳子 台湾的年轻人认真地帮澳洲女孩剪头发 到澳洲打工赚钱不养牛养羊 靠的是剪头发 一刀一剪超工整 今年28岁的Jay 动作青涩 前一份在旅行社的工作 月薪只有22K 还得肩负学贷 看准到澳洲打工 底薪也有六万六千块台币 打算到澳洲剪头发 那这相差之下 当然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省一点就可以存比较多了 完全没经验 从头学起剪头发 因为光是在台湾剪一颗头台币100元 在澳洲一颗头澳币 10元相当于台并300元 三倍起跳 但只能抽成120元 一小时下来减三四个客人 算一算时薪至少有个360元 生意好时一个月最多8万元 早期大概愿意这样过去的人数不多 大概可能就五个十个 那现在过去报名的人数又要越踊跃 百元兼大 进去澳洲吸引民众到澳洲打工 福利听起来相当吸引人 但物价可不便宜 想到澳洲圆梦赚大钱 还是得考虑清楚 中天新闻 王称伟张一华台北报道